雅加达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决赛,中国队偶战四局三比一级白东刀逐印尼获得冠军, 作战武丹的林丹尽管不上场,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可被替代,当国语遭印尼挑衅后中国队不认输,林丹和队友一起含情落后的长龙。 帮助国语赢下关键一分并实现最终胜利,而对于林丹塔莹夺管,网友们开始脑洞打开,脑补了他的老对手李宗磊的心声,为何他不打都能拿冠军,在十与七七开的胜后, 以去会留宇晨这对组合却领导二十分遗憾地输给对手,在这局比赛结束后,燕民选手苏起而沐约,做出一个格网挑衅动作,并引发主场观众疯狂的呐喊。 这样的行为也彻底羞辱了国语将士,而丹让关键二丹的陈龙在第三局,必须要赢过来才能争一口气。 陈龙在首局十九到二十一一输给乔纳看后,对于国语来说形势十分危机,联想到他艰难挺过半决赛后说的那句, 在亚运会把位置放低才能更舒服的是弱心声,更让人感到担忧。 但陈龙这次确大心脏附体,二十一杠十六,二十一杠十八联班两局,业卫团队二比一赶超比分。 赛后陈龙表示感谢林安等队友把他继续喊醒,我落后时他们鼓励我和他搏,和他搏。 在这样的魔鬼主场央视现场记者表示现场分配超过120,堪迪飞机起飞生意,主场球迷太疯狂,只能跟他们搏。 不搏就没有机会,第一局还是急躁了,第三局落后反而心态更好了,一边打一边追。 陈龙在之前的团体赛中经常被调侃称作一条虫,因为关键时刻他总是掉链子,但在亚运会男团决赛中他被林安等人含信成功逆转,并守指胸前的国企队会霸气反击,就上和他搏。 陈龙这一分相当气气,帮球队实现了反超,也为最终的胜利打下关键基础,由于年龄增大,35岁的林安尽管一场为主,但他的存在仍是国语胜利的关键。 在陈龙落后是他和队友一起把他喊醒,而且当笔本陷入僵实后他去热身,就已经让中国球迷心里有底了。 这就是多年来超级大稳定的成绩和霸气的气质给所有人带来的信心,尽管不但年轻,但他的大赛经验和霸气气质,仍是国语最后的一仗。 不过对于林安的不上场躺赢夺冠,却有网友搞笑脑伯李宗伟新生,为什么他不打都能拿冠军?